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今天呢老师要讲一讲和杜甫有关的比较悲惨的故事 那杜甫之前我们知道曾经经历过一场非常有名的战乱 这场战乱就叫做安史之乱 那在安史之乱期间 唐朝的都城长安有一次就被安禄山的士兵给占领了 那当时唐玄宗被逼无奈只能逃往成都 而当时唐玄宗还有一个儿子叫做李亨 那李亨这个人则是逃往了领武 自己立自己为唐宿宗 那当时杜甫听闻这个消息可以说是大惊失色 唐朝的都城长安居然被人占领了 那杜甫这个时候就想到了一个问题 那我怎么办 我明明还是一个小官 那这个时候唐玄宗去了四川 那唐宿宗现在在领武 那我到底应该投奔谁呢 最终杜甫给自己的答案是 我要去投奔唐宿宗 也就是年轻的李亨 于是杜甫就踏上了征途 但是没想到 在半路上杜甫居然被人给 抓住了 于是啊 杜甫就被押送到了长安城 那小朋友们 你们想象一下 已经经历过战火的长安城 它的景象能不能和之前盛唐时期的长安一样呢 很显然是不能 对吧 于是杜甫就看到了非常萧条的景象 看到了整个长安城 可以说是满目疮痍 所以说杜甫有感而发决定写一首诗 那这个时候他写出来的诗 你们觉得应该是很喜悦 还是特别的悲伤啊 没错 当然是特别悲伤了 这首诗的名字叫什么呢 只有两个字 叫做春旺 那接下来 老师就来为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春旺 春旺 魂欲不胜赞 好了 各位小朋友们 这首春旺 老师已经给大家背诵一遍了 这首诗看起来好像很长 其实它和春夜洗雨的长度都差不多 它们都是由八句诗组成的 那这样的诗我们也称它为律诗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句 国破山河在 那其实说的就是 国家的首都长安已经被攻占了 那当时祖国的大好河山 却依然存在着 成春草木深 因为题目叫做春旺 所以你们可以猜一猜 这应该是在什么季节写的呢 没错 就是在春季 所以城中春季什么景象啊 草木深 草木茂密 但是却很少有人烟的痕迹了 下一句 干食花见泪 恨别鸟惊心 杜甫其实 他内心悲伤的时候 连面对花都会流出自己的眼泪 听到鸟的叫声都会让自己感到心悸 感到心惊 所以这两句也表达出了杜甫内心 特别的悲凉 特别的难过 其实整个安史之乱 在当时已经历经了三个月 那烽火连三月说的就是 安史之乱已经持续了这么久的时间 家书抵万金 那战火纷飞的日子里 你们觉得什么样的事情是最重要的呢 当然就是士兵的安危 家人的安危了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能够收到一封家书 那至少证明 这个人还活着 所以说他的价值就相当于万两黄金 所以是家书抵万金 那最后两句 杜甫其实是写自己的 白头骚更短 魂欲不胜簪 那其实说的就是 杜甫头上已经生出了白发 而且自己越脑白发就越稀少 那最终 简直都不能再戴上发簪了 其实我们都知道 古人的头发一般比较长比较多 所以说要把他用发簪竖起来 但是现在杜甫 说自己已经没有多少头发了 这个发簪都已经要戴不上了 那为什么头发稀少啊 其实除了年纪大的原因之外 还有就是为了国家 为了自己 而感觉到伤心和难过 所以整个春望 我们读完之后 其实能够体会到杜甫内心的那种悲凉的情感 当时啊 这种情景也让杜甫觉得 自己想要报效国家的心情 已经没有了 所以说杜甫之后又艰难的找到了李亨 那之后又会发生哪些事情呢 那老师之后再给大家分享 那今天这首春望 我们就学到这儿了 虽然说内容很长 但是老师相信 你们一定可以把它背诵得很好的 那今天的首饰操又会是什么样的呢 接下来就赶快进入到我们的首饰操环节吧 哈喽 亲爱的小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西西老师 今天首饰操的时间 我们又要背诵第六首饰 就是春望 这首饰非常的长 那我们一共有多少个动作呢 各位小朋友 我们一起来试试看吧 跟着西西老师 一起来做一下 春望这首饰的首饰操 春望 唐 杜甫 国破 山河在 成春 草木 深 赶石 花见泪 恨别 鸟 金星 烽火 连三月 家书 抵万金 白头 骚更短 魂欲 不胜 三 这首诗非常的悲伤 各位小朋友 你们也可以用首饰操来把它记住呀 那今天我们首饰操的时间就是这样了 各位小朋友抓紧时间快去练习一下吧 各位小朋友 我们下来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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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下来就行 这首诗的 诗语 优优独播剧